大家好 书见上回 接说着一段水火 上回书说到 梁山二次受招安 还没成 这回索性 皇上的钦差 让花容一箭射死了 消息传回到东京汴梁城 宋徽东道君天子 更急了 梁山这怎么意思 打又打不下来 招有招务符 怎么办呢 还得再派人打 这回好厉害了 把八十万进军 正负两位教头 全都派出来了 这可是两员勇将 八十万进军里头 那林宗 那林宗 他是梁山那头的了 这都是在林宗后边 新提拔上来的 正教的就是 秋月 副教的就是周昂 这两个人 确实还都有本领 人马都带的不多 前线冀州那儿有的是人呢 这两位呢 就是亲自 在雨林军里边 一个一个的挑 挑什么呢 挑这个 武艺好的 本领高的 各挑两千人 那就是精锐当中的精锐了 太玉杨简 亲自阅兵 给二位见醒 艳路无书 风风光光 可就够奔 济州前线 他到济州这儿 奔梁山呢 也得走些日子 济州这儿干嘛呢 济州这儿又开始造船 头一回那船全完了 都归人梁山了 二回 刘萌龙 从南京带来的船 全都没有了 怎么办呢 这都是牛邦喜 二批 后来建造的 拘来的 就是征用的呀 这些个船 也都完了 全报销 还得弄船呢 没有船打不了梁山呢 这儿出高人了 这段书叫 《叶春仙徒》 赶在济州城里边 住着一个姓叶的 叫叶春 这叶春 跟梁山 还真有点小仇 他是客居济州 他为啥客居济州呢 他回不去了 本来他是买卖人 让梁山的外围 给截了 什么叫梁山的外围呀 这跟梁山没关系 梁山一势大呀 外围有小股的 响马土匪 没能耐 想加入梁山 梁山还不要 那怎么办呢 假冒梁山之名 因为梁山的声威大 冒充 混充次后 就把叶春给抢了 叶春的本啊 全说了 没有了 也回不去家了 就在济州这忍着 形同乞丐 什么时候能凑够点本钱 做点小马们再还起来呀 那就没日子了 所以他恨梁山 把梁山是恨之入骨 你们下山行抢 你们梁山多厉害 多大的周城府县 到那儿发去人马 就给攻破了 竟说你们公道待望 怎么还抢我们这点钱呢 这点钱对于你们梁山来说 九牛一毛 对于我来说身家性命 越想越恨 这回机会来了 所有的 战船全都在梁山坡 巴巴里水面上 报销了 都完了 这儿又贴出告示来 头一样 争六 二一样 争工匠 三一样 争民夫 这洞间大了 那当兵的不会打船 天天操练 没有说造船的手艺 有个把会的也不管用 再说这一造船 工种很多 不是广 会木工活就行 当兵的不成 就得招这公教 二一样 得争料 冀州这儿 还没有那么大出产 尤其要造大船 得有大木头 你要等这大木头来呀 那可费事了 而且也是走水运 方便左右的 有那成才的大树 那这会儿管不了 就地就砍 先得啊 争用造船 打梁山 那南方的木料 一时来不了呢 先把明灵电段拆了 大宋朝还没完呢 大元还没来呢 来大明啊 那乾隆的招 就这还让刘三本 参一本呢 图文掘墓 有为祖训 给发了 这才刘庸下江南 唱西哥大鼓 又来了 刘公安就打这儿起 天天唱在这位刘大人 就天天 天天跟刘大人转影呗 那怎么办呢 就得是各地区争料 干粗活的还有人呢 盖船厂 拉木头 粗活的就民工 当兵的就管监工 高求手下这当兵的 别的吧 学着柯扣工资啊 就画下了传图 拿着这一份图啊 就搬了帅府了 就是冀州牙 到帅府这儿 他一借小民挨记不上 又没有文包 费了很大事才帝君画去 说是有啊 说是有啊 义是叶春 毛遂自荐自告奋勇 前来献传图 高求正在用人之计 还真不含糊 见了 这要高求一耍官僚 说不见 那就完了 还真不错 见了 说你干嘛 叶春说了 您前两次为什么都失败 你说高求乐意听不乐意听 高求不爱听 这叶春也不会说个话 打人别打脸 骂人别接短 这是大元帅 好精英殿帅 皇上跟前红人 高求不愿意 反问他 那你说我为什么两次都败了呢 你那船不灵 那你这个船怎么样啊 我这船不敢说好 都是明白人 在座哪位都是高道的 我把船头拿出来 铺在这大会儿瞧 要打针打凉山 就得用这样的船 您那船 船间低窄 坐不了多少人 草车上晃 那船在水里边也不稳 这个船必须底下的 坐是得宽得大 另外啊 广靠卢奖不成 您看见没有 要想征进凉山 必须要打造大小海丘船 嗯 高求一瞧别看这个人 不太会说话 狂 试着有能的人才狂的 没能的你狂什么 那您甭说了 把您这个船头拿出来瞧瞧吧 叶春还真下功夫 在小店里头摸着坑画 但画得好 唰啦一下把造船图打开了 往帅岸上一扑 高求低头这么一瞧 嗯 哪位明白过来瞧瞧 他怎么样 他哪懂啊 他根本看不明白 这里头有个宝学的文幻章 文幻章 张书业陪着这几位 节度使者都领兵的都督啊 这都是九经阵仗的骁勇之将 大伙过了一瞧 罢了 外伙他说大话 要按船图看 这个船要打造成了可了不得了 这个船 船底宽 您看咱们现在看到船 都是越来越点越来越这 走洲际大洋的游轮 一上游轮多少天 船上吃船上喝船上玩 那船您瞧没啊 也是上面宽 底下窄 就是航空母舰 都是上的宽 底下窄 船基本都这样 海丘船不是 哪个丘 泥丘的丘 尤其这大海丘船 底下宽 上的窄 越往上越尖 要从船底往上数 一共是五层 最底下这层 里边能容纳好几百人 船 底下是三层水车 一部水车 是二十四个人 才能转动 一共十二部水车 这可就了不得了 您算了 二十次乘十二 二百八十八 这家就小三百人 您怎么这二百八还得管事呢 他不能让二百八十八个 登水车在地 没人管呢 就说将近三百人吧 水车您都懂啊 北海公园呢 那就是最简单的水车 就那小鸭子船 俩点灯 只不过他这水车大 底下带着车叶子转 滑动水 可一部水车要二十四个一块灯 这劲儿可就大了 那这船底下二百八十多位一块灯 这可了不得了 十二部水车 这一部六个 这一部六个 这人得训练 登水车的不能瞎灯 大伙得喊号一块灯 要左脚一块左脚 要右脚一块右脚 这三分多人 你一脚我一脚 灯乱了 竟转圈也不成 那车叶子两头一块动 那么底下人多 往上头接 藏兵的地方很多 尤其最上的这两层 这是底层 中层 然后就是船板了 船板上的还起两层 这两层是弩楼 这弩楼啊两种 最上面这个 是栏个 中间的这个 是板 就留小窗户 人都躲在里头 许我打你不许你打我 这可就厉害了 说还不算 说还不算把那竹子呀 全削成大竹板 就贴着这大海丘船的紧外头 立两排猪爬 刀枪剑弩 全防 有强弓硬弩 站在猪爬后头 往外射弓箭 这是大海丘船 小海丘船 六部水车 六部水车 比这船稍微的小一点 但是也就更激动灵活一点 那船底下 登船的也百多人呢 也不含糊了 其实你要按宋史 这会儿还没有这种船呢 造不了这种船 得是洞庭湖水战洋妖的时候 就岳飞的时候 这船实际是洋妖造出来的 这就是移植过来的 真正用的海上 大海船 有这种大平地船了 您看正和下西洋 不都是这种船吗 就是下边宽 上头窄 起楼的船 那到明朝 航海技术 造船技术 就到了顶尖了 就能原始外扬了 简断说吧 那船图叶春 这么一线 大伙一瞧好 就照这这么造船 何愁良善不灭 这一下 争人可争多了 贴出告示去 木工 油工 铁匠 这用的工种太多了 争了够一万多工匠 就在冀州以东 先甭说别的 先造船厂 一拉溜船厂 一个棚子挨一棚子 一个屋子挨一屋子 就下去几十里地 花钱可就花扯了 高求也是大转特转 茶里边这两位将军 可也就到了 副教头 叫周翁 正教头 叫做秋月 两位带着这四千精兵 到了冀州了 你瞧这儿好 真热闹 冀州城 以西 是这大营 所有的这些个 十路节度史 带了的兵马 全在这儿盘踞着 以东这边全是船厂 每天叮叮叮当当当 拉大木头 您看那个过去那条电影 板木头 那个喊那个耗子 大伙一块抬大剧目 造船 盖房 就那意思 太热闹了 这两位从京里来 不知道 梁山有多的试团 这二位看着可乐 这哪儿打仗呢 跑这开船厂来了 造那么些船干嘛 跟他打呀 找太狱高求 那意思 你们俩来了 您就别造船了 咱就打吧 高求也知 这二位没吃过亏 好羊安抚 您别忙 等大小海丘船造好了 就好办了 这二位说 行啊 那我们在这待着没事啊 待着没事 您就 城里头天天陪着我聊吧 我从京里边 还带着一个女班 有好几十个歌舞伎 每天这陪着吃陪着喝 这二位一听 这仗打不赢 我们呀 我们还是西大营带着 二位出去西大营 一造船 洞结这么大 梁山能不知道吗 宋江又找无用 看见没有 听说有个叫夜春的 限辽大小海丘船的船图 现在大兴土木 盖船厂造船 这就对咱梁山的 您看这咱怎么办呢 另外我听说 京里边 八十万进军政府教头 这两位全给派来 都是万夫不敌之勇 薛九 您瞧怎么着呀 吴勇说那怎么着呀 船上的造呗 这不就给咱们造吗 是吧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他这造船不就为咱们服务吗 你有主意吗 有主意 兵来讲当水来吐吐 陆地来这两位勇将 咱们这也有啊 他不八十万进去教头 咱们这有老教头啊 有一临宠 就够他们俩对付他 没事 那咱们就这么等着吗 等着 您要觉着不成 咱们先 给他来个写惊喜 先吓唬他一下 怎么着 好 派人 派谁呀 派古上枣石千 和金毛犬断井路 你们俩人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去吧 派下了母业的孙二娘 蔡元的张青 还有 小一池 孙心 母大虫 姑大嫂 这两对夫妻 你们如此 这般 这般如此 去吧 宋江说 这六个人干嘛去了 您甭管吧 请考吧 不是 想吓他一下子吗 哎 我先来个小主意 就够他一枪 就这六个人就能成事吗 嗨 您这人有点太小心 这么着 墨宇建张青 商养的差不多了 带五百人 接应接应 他们六个 好嘞 七个人领令下山 出水波 各司其职 首先就说 菜园的张青 还有小一池孙心 哥俩上上量量 换好了医生 农民打扮 奔哪奔船厂 走半道一瞧啊 正拉大木头 这木头可不好拉 得拿原木啊 垫底 这大木头 搁在这原木上 这么才能拉着 连推带拉 底下呢 过去没有那个铁咕噜的 滑轮都没有啊 就凭着这原木这么滚 要不拉不动 那把它拉过去怎么办呢 这木头再往前倒 就得这么倒 那多慢没法子 就得用这种笨办法 所以这木头只要一大呀 废的人很多了 要不然不能争那么多人 好几百人 这拉木头 拉这两根锯木 这两位啊 跟着一块腰腰呼呼 就拉上了 一块跟着使劲推木头 两位手脚还挺勤快 你琢磨好几百人 都是争来的 谁也不认得谁 跟着一块可就到船厂了 二位混在船厂里头啊 有什么活干什么活 晚上得吃饭啊 我们不吃饭 你们俩怎么不吃饭 我们俩这儿有人送饭 我们住的不远 我老婆给我送饭来 你老婆知道你们在这儿 那当然知道了 晚上有夜宫 那大木头得有人开呀 拉大锯您知道吧 拉大锯扯大锯 得把这大片的锯条啊 没有锯瓣 就拿绳子 大锯片上穿眼 拿绳子把它吊起来 这个也得拾了个人 拿这大锯开木头 大锯片 开完之后 那不能直接就定啊 木头上有眼怎么办呢 曝光了之后 得堵眼 堵眼 抹腻子 上漆 上油 然后得缠麻省 缠上之后 再抹腻子 再上 那才能保证 这个木板它不漏呢 就跟咱们这个房子 那柱子的工艺差不多 当然我不会造船 我就简单跟您这么一说 工种很多 顾不上这俩人 竟是妇女给送饭的 也不单他们俩人 那行 您俩等着吧 俩人在船厂 那外边等着 一会儿 哼 母大同 顾的嫂 母叶 这孙二娘 二位 原文喜 衣桌阿萨 农村妇女 这位能让他们俩来 不让护三娘来 护三娘漂亮点啊 护三娘没上梁山之前 护家庄三小姐 她本来长得也挺顺 她假扮村姑啊 村妇也不像 这二位像 化妆好喽 带着罐啊 垮着篮啊 弄点干粮饱饱什么的 给送饭 这回倒好 没带家伙 带什么 带引火之物 憋着烧这船厂呢 当中去 夫妻 这是两对 一共四个人 坐着吃饭 商量 俩人带着空碗 又走 第二天再来送来 这二位合着 就在船厂里边 坐上工了 这四人安排好了 十千跟断井柱 俩人 可也就下山到位了 十千跟断井柱 俩人一商量 嘿 我说金某犬 怎么着 古尚早 咱俩人配合他们 烧船厂啊 那有什么意思 烧船厂 他们四个人够用了 他们四个人就行 那你依着我 咱俩人得 别力其功 按时间 让他们四个 该烧船厂 烧船厂 咱俩人烧点别的 你有这心哪 我有啊 行嘞 那这么办 这船长一起火呀 城里头一定 得要开城门 他的人马就得出了 就得乱 趁乱呐 我就上他的城楼 在这城楼啊 再给他玩拔火 好好的下高球 老小子一跳 你奔西大营 上西草场 草料场啊 你也给他来个火烧草料场 咱们学临教头了 临教头不是在苍州烧一下子吗 你在这还烧一下子 你把西草场给点着了 东边西边正当家 同时火起 反正有张青接应咱们呢 这蛮好 行嘞就这么办了 你这哥俩 暗寒的通知啊 孙儿娘 你们四文召集行事 这火越大越好 事业晚间 这火可就起来了 每天拿你粥罐往里带粥 就扶头这碗是粥 底下全是硫磺县销 那船长里都是木板啊 现尘的就有红油啊 拖上油点上一会儿 这火就起来了 工匠们不是当兵的 御室一荒就顾命全跑 没人救火 这四位这火放的呀 火光一袭果不其然 济周成大乱 抢城门 人马往外就冲 奔着东边船长就跑 组织军民等救火 西边大营的人 也都往东边跑 古上早石千跟金毛犬断井住 二位可就得了手了 石千还有能耐 借着人马一出一进 趁乱他上城楼了 城楼上有的士兵啊 愣看不见的吗 都扒着枪朵子往东桥 他们是守城的 看见没有着了 好着了好 着了怎么还好 着了好这船造不了 就不打不打 他们就回去 省得跟咱们这祸祸 这几州城 你瞧瞧他们都祸祸成什么样了 要是还真是 哎呀这火怎么 净暴黑烟不见火苗子 这家伙 连几州城当兵的都不向着高求 这是没火苗子 你扭头 这火苗子起来了 石千把成文楼子给点了 趁着这人救火 石千滋溜又跑了 一会儿这宫尾跑 西大营草料厂 火光充电又起来了 三处火起 料根凑的一块 这一跑正往前行 有人高声断吼 放火则哪里走 胯下马掌中 一口三亭掩阅大砍刀 正是八十万进军总教头 叫做秋月 火光照耀之下 金盔金甲 毫不威风 这六位呀 哪站得了他呀 仨腿就跑 人家有马 断井住石千跑得快呀 这马一时还追不上 那两对夫妻跑不了那么快呀 勘勘就被秋月追上了 斜刺里五百兵 拦住去路马上将官 正是墨宇见张青 二花不搭 斗手就是一枪 秋月大怒 当时动手 百刀一战 三招两合 枪交左手 紧囊跟他一伸手 啪 真准 一石子 正中秋月面门 把秋月打乐马下 这么大八十万进军教头 黑夜之间 吃一大亏 佛教的周翁可就到了 带着几名牙将 一抢秋月 张青并不恋战 带领五百人 护送这六个人往回跑 西大营里什么叫王焕 徐京张开这些个节度史 统戴本部人马 救火的救火 抢成文的抢成文 到这一瞧 除了秋月 一个人被打 并没有其他人损伤 走 回西大营 该 你瞧你们俩说 你东京变梁城来 那嘴撇的 这么些人 怎么不打梁山呢 怎么打不过人家呀 这闲话就不够 你一人说的了 你搅着你自己不来呆的 你 该让你挨这一下 反正你也没性命之用 几位虚张声势 在后边追张青 几步不追了 全回西大营了 得救火呀 见高求友的说呀 敢三处火灭 天光大亮 一个梁山人没得着 放火灯全跑回去了 梁山上 庆功 大排烟烟 吴勇开始准备下一步 怎么毁的这船 怎么样都布置 咱不必须说 后文字有交代 高求赶紧问有什么损失 说城门楼子烧掉一角 没事 西大营草料厂 好多粮草被烧 可是也没有大碍 船厂损失比较大 有几艘大船 已然都建了规模了 完了 复制一具 全没法用了 那就剩点下脚了要啊 那船板都烧了 还有没烧透的地方 把它披成小块 当蝎子用了 啊 高求一听 那么大的料 改了船蝎子了 那也没办法呀 拉木头重新弄吧 拍重兵 把守船厂 打这以后船厂拍重兵 当兵的 在船厂那负责保卫 这造船呢 时间可太长了 无用说 根本就甭着急 就这大船快了快了 够打咱们梁山的 怎么也得呀 四五十天 往慢了说 得俩多月 仨月 真让无用算着了 将近三个月 都冬天了 就又到冬天了 这才算 把大小海丘战船 给布置好咯 全都造好了 可以上船试了 专门有人负责教练 叶春最忙 得挨着船的去检验 他线的船图啊 这回他厉害了 在济州城这些日子 他是红人了 下水 试水 请太域高球检验 大小海丘船 高球来到了水边 这么一瞧 二百八十多位 一块儿登给大船 别叫船大 走得又快又稳 失误闪电 乘风波落 一搜一搜打这儿过 那小船更问题 去世如飞 奇迹四界 高求高兴 上船 试试 来一艘最大的主战船 这是帅子船 高挑帅骑 上去 他这船 皮皮人那格外的大 底下那水池也多 底楼也高 保护他人也多 到船上一坐呀 又平又稳 好 此一次 征进梁山 全顾上船 文先生 秋月 王焕徐京 美展张开 你们几个人都跟着我上船 文焕章 大帅 他是奉御址来的随军参谋 水路并进 这是对的 船际同行 专有人保护这些船 专有人保护您 我建议身为大帅呀 还是路径为好 坐船太凶险 身为主帅 不可轻涉险地 嗯 嗯 您瞧这船往前一冲 梁山有什么样的船 能挡住啊 小三百人一块蹬这船 他还拦得住吗 是啊 但咱们不是为了万全吗 为了安全 咱别冒险 你是不是胆小啊 我跟着您呢 您到哪儿 我到哪儿 那就跟我一块上船 广达们上船不算 就我带来的女伴 有好几十个歌舞伎 都跟着上船 上船 就为气她 气梁山 歌舞起来 我在低楼之上连吃带喝 就瞧我一鼓作气 扫荡 梁山 他憋着扫荡梁山 梁山憋着扫荡 他在冀州城里的小土地面 发现梁山贴的告示了 有人接下来 那多了 一张两张 够一张数 凑给高丘 高丘一瞧好 扫荡中原四百州 生擒阳俭与高丘 纵有海丘船万所来到梁山一命休 梁山呀 都是大白话 也甭翻译这四句谁都看得懂 你不造船吗 让你造 腾出撒月工夫来造 造多少到我们这全完 都得搁车 下令 挑凉晨 显即日记水神 咱也不知道 因为水火没血 高丘记得哪位水神 记得哪位龙王 咱们不知道 因为中国的水神也多点 最开始是 贡公市 贡公市投出 不舟山 把不舟山撞舌了 天青在西北 地线在东南 有了汪洋大海 这都是贡公市干的 所以贡公市是水神可是坏的 大伙最后诸多神仙一块打他 你要看希腊也是 波塞东也这局 波塞东手持三叉戟 他那就叫三叉戟 海神波塞东 外国也有海神 也有水神 没有中国这多 中国这最热闹 东南西北四海的龙王 这是水神 还有各种湖泊的龙王 奶江奶湖奶河都有龙王爷 屈原也是水神 你要关水神的事多了 您的这吕洞宾呢 吕洞宾系母的 俩人生这孩子就叫水神 起名就叫水神 吕洞宾三叉伯母的 俩人还有孩子 这小孩叫水神 但是吕洞宾不管呢 吕洞宾跟着那七位 跨海了 走东海了 蓬莱仙岛了 上那去了 伯母的带着这水神 可就惨了 犯天条啊 打落人间 牡丹仙子带着水神 村里边住着 这孩子有妈没爸爸 大伙就戳着点点 戳着小孩接了母 一帮七八岁的孩子 一块欺负他一个 你像那么大神仙的儿子 愣烙的砍草 天天水神 弄一草婆罗 拿着草刀 上山砍草 砍草也不是他意思 都是穷孩子 一帮孩子 你瞧那有个坡 这坡有个天然的坡 说这坡有点意思 咱爬这坡 把草框啊一扣 把草框落起来 蹬着这草框 大伙往上爬 爬这坡上去 往那一坐 谁就能当皇上 这帮小孩都爬 这小孩爬 夸一下草框塌了 那小孩爬 扑草框漏了 那小孩好不容易 爬到坡上去 刚往那一坐 顺坡上出来下来了 最后胜水神了 就是吕洞宾跟伯母的 这孩子 这孩子也没费什么事 爬上去了 往那一坐 文文当当 这帮孩子一瞧 你下来不 你干嘛 谁坐这 谁皇上 你们说的 就你 你连爸爸都没有 你当皇上 那我没爸爸 我说没爸爸的 我当皇上怎么了 谁说皇上就非得有爸爸 谁也得有爸爸呀 几个孩子一嚼酒 这几个孩子一攒伴 把水神揍了 揍得鼻青脸肿 皇上改毕食了 哭着就回家了 刀也丢了 筐也碎了 到家见伯母的一哭 伯母但是被贬的 带落神仙的 那有脾气呀 谁把你打成这样 一般砍头的孩子 还手啊 他们人多呀 这归为欺负人呢 我挨着走 不一回两回了 我被妈挨走 您知道吗 你说 就因为我没爸爸 打小您不说 正格的我爸爸 是谁您说说呀 伯母咱们不能说呀 忍辱负重 这么多年 把他拉扯大了 皆因为动兵他了 人家位列先班 我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我不能说呀 那咱家就没有一家之主吗 有一家之主 这不叫藏爷吗 藏爷是我爸爸呀 他什么藏爷呀 他 伯母他也生气 对呀 得了 伯母他为了转移 小孩的仇恨 你这赖谁就赖他 灶台一伸手包 感冥罐拿起来了 用手一指藏爷 我儿子天天受欺负 你瞧见没有 藏爷 不能原意啊 藏爷 一张纸在墙上挂着呢 新了话 伯母他你今儿跟谁呀 就跟你 干嘛 瞧我们这俩好欺负啊 你什么一家之主 当家不主事啊 谁欺负我儿子 你应当 拿谁家 头疼 你得管 不管不行 干什么呀 水神 就是他 以后有事别跟我说 外边受欺负 拿他砸法子 揍他 照着藏王坑 这藏王爷呀 拿肯定罐就帮 给藏王爷打坏了 藏王爷一算日子 别忙 等腊月二十三再说 腊月二十三上天 人家祭造啊 关东堂 料豆凉水 连藏门都预备齐了 他们家穷 什么都没有 藏王爷每年挨饿不说 还挨顿胖揍 跟藏王爷 张来英说了 走咱一会儿告他去 我也神仙 你也神仙 你凭马拿我出气 你儿子当得了 当不了皇上 搁一边 你不能欺负我 眼看得到 即遭这天了 伯母呢 用手一指 藏王爷 告诉你 上天去把我们这些事 都跟御皇大帝说 说好了好 说不好还揍你 我儿子日后要当皇上 头一个要你命 他跟这藏王爷撒狠 藏王爷不敢援 拉着藏王奶奶上天了 到天上可就不是他了 见着御皇大帝 不干了 辞职 他跟御皇大帝本家呀 都姓张啊 他也造了也本姓张嘛 他们都一家子 别家 你干嘛不干 你不干这活谁干呀 不成 当藏王受欺负 这伯母丹跟吕洞宾俩人 吃饱撑的没事 他们俩人谈恋爱 胡搞 生出孩子来了 外部受欺负 揍我一顿像话吗 他别当皇上 他跟当皇上 同一个杀我 他就杀狠 御皇大帝说 哪写他当皇上呢 小孩怕土坛就算呢 没事我给你查查 来查查 这孩子怎么回事 太班金星 那有本 啪啪啪一查 你说你没事你干嘛 嘀咕啪什么 他还真当皇上 这孩子真龙天子的命 要让他当皇上 天下大乱 不光杀赵王 逮谁杀谁 是啊 真龙天子 那得派律师 下戒 把他龙金先抽了 告下来了 藏王爷高兴了 骑着赵王爷回来了 闹吧 折腾吧 你不别揍我吗 我先在御皇大帝面前 把你给揍下来了 这儿和伯母的 跟水神还不知道呢 水神睡着着着的 半夜 有人把他叫醒了 一看白胡子老头 别睡了宝贝 你 祸事了 小孩说我怎么了 你妈打造啊 痛快了 啊我们出气了 出什么气了 上御皇大帝那儿 把你们给掺下来了 说你是真龙天子 日后 倘若驾坐 九五天下大乱 逢人就杀 御人就斩 这不成 现在御帝派金甲力士 要抽你的龙金 哟 小孩一听 那我躲躲吧 我来不见面吧 别不见面啊 跑什么地儿跑了 记住了 抽你龙金水咬住牙 不能喊疼 多疼都别喊 留着你这牙 这叫什么 真龙天子 金口欲言 只要咬住牙 这功能不失 日后你说什么什么算 说什么什么灵 小孩一听 你是干嘛的 你甭管我干嘛的 老头走了 就听他妈摆牡丹叫的 水神水神快醒叫 小孩醒了 我做了个梦 有白胡子老头啊 给我托梦 说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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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哎我也做梦了吗 好像梦梦相同 必有应灵 那这历史什么时候来啊 历史这就来 一看外边好黑了天了 乌云滚滚 咔啦一个雷 下了几位金甲利士 把白姆的 一个把小孩就捆 就地正法 这叫顿龙金疼啊 顺身上挑一颗金 那多疼啊 小孩真有横尽 咬住牙 水神 咬牙 不哼不哈 这历史就管挑龙金 奉得玉地赤纸 就得工作呀 你咬牙不咬牙 跟他没关系 这个龙金抽出来 回天庭复纸了 小孩留一个 金口欲言 说什么什么灵 我说什么呀 嗯 好 你瞧家里头啊 有一架葫芦 这葫芦上呢 一共挂了七个葫芦 小孩顿下一个来 拿他砍草那刀 把葫芦嘴给拿了 拿这葫芦嘴 走到葬王坎那儿 试试灵不灵 我呀 这葫芦要有法术 头一个就收你葬王爷 可了不得了 说什么什么准 说什么什么灵 葬王坎上的 葬王爷葬王奶奶 出溜一下 进葫芦了 把葫芦嘴一塞 走奔土地庙 不让我好过 谁也甭好过 龙金抽了去 皇上也当不了了 收尽天下群神 就似乎赵王爷 龙王爷 成皇爷 土地爷 有一个算一个 到土地面 土地爷土地奶奶 那种喝粥呢 啪啪一拍门 开门 土地爷在家吗 土地爷说在家 什么事啊 我水神 告诉你 一掀这葫芦嘴 叫你你敢答应吗 土地爷说叫几声 叫三声 慢说三声 三十声 三百声也好 土地爷土地奶奶 收进来 瀑瀑 进来了 戒边 成功庙 收 后劲 龙王爷 收 打这开始 背这葫芦 这谁收谁 收进天下群仙 都收完了 弄一葫芦 搁哪啊 没地搁呀 对 给他们镇到泰山去 带着这一葫芦神仙 奔泰山了 到泰山的 一个白胡子老头 嗯 瞧你眼熟 对呀 是不是就你给我提醒 让我咬住牙 烙一个金口欲言 说满满准 说什么什么灵 对呀 啊 那就不收你了 因为你也是一路神仙 你也是一路神仙呢 按说 在我的计划当中就全收了 念在你通风报信的情分之上 你跟我说说 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知道知道 日后我报答你 留下你不收 老头眼泪下来了 儿啊 我就是吕洞宾哪 不能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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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跟我说了 我爸漂亮这呢 要不然我妈能跟他吗 吕洞宾能 你这模样白胡子老头子 那我妈跟你 然后再有我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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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东宾说 我这不是变化的吗 实际我不这模样 动兵卑贱清风客呀 漂亮啊 啪一摸脸好看了 孩子那么一瞧 真是你呀 一慌啪啪 葫芦掉地上 泰山石硬啊 葫芦一下嘎巴两半 这下可了不得了 万仙全跑出来了 躲在哪儿怕小孩再收啊 他把这俩瓢捡起来 对一块儿 找个居国居外的一居 拿着葫芦三又给收了 嗨 大伙儿跑着躲 那儿藏着一楼 赶紧躲在楼里 万仙楼 不知道哪位去过泰山啊 万仙楼 就是小孩顺葫芦里放出来的 造也腿快自溜 因为头一个就是他 他在垫底啊 垫底 他把小孩收的 他一叫泰山也有造啊 家家户户户都有造 往造地钻 小孩恨他 别人都跑了都行 他绝不能饶 东斌说别去 水深别去别去 哎呀 没他咱俩俩也见不了面 得了 我劝劝他 我让他规规矩矩的 别以后打小报告 对什么说什么 上造底下 把造王爷掏出来了 他说我儿子 我跟伯母的那私生子 都是神仙不好意思 按说咱们平常都不错 您应该有个照样 打您一顿 他们出出气就得了 您怎么到玉皇爷面前 给告下来呢 不不不 就这一回以后也不敢了 奉劝你两句 以后上天言好事 回宫才能降吉祥 不言好事 回来就挨揍 知道吗 就得关小胡乱 哎 您放心吧 怕你记不住 写下来 上天言好事 回宫降吉祥 以后造往坑 一边一个贴着 告诉藏王爷上天说好的 请您不抹唐官 他也不敢瞎说了 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虽然跟水浒 没有什么关系 但他们得把它传播出去 尤其今天来很多学生 您得多增强这方面的历史知识 这是历史吗 这就是水神 白母的跟吕东斌的儿子就叫水神 其实这也不是水神 他就叫这名字 还有这么一段 也不知道谁编出来的 可乐 今儿高球记的是谁 不知道 水浒上没写 就说记水神 这些个所有的大小的海丘船 一共是三百余只 一百艘大船 两百艘小海丘船 站满了水面 令其一下 每艘船上的船工 登动了水车 骑头并进大小船只 往前一推 声势浩大可了不得了 正当先先锋军 就是五十艘大海丘船 这位先锋军 往前这么一推 一看对面啊 来了三只小船 梁山来的 船上头呢 站着很多金甲的武士 全都金盔金甲 真把呀 官军给唬住了 水面之上金盔金甲 他穿得这么沉 他就不能往水里蹦了吧 反正这船大往前推 离近了一瞧啊 阳光照耀之下 全是金箔指弧的 离远瞧不清楚 离近瞧清楚了 船头上这人 身上这衣裳都指的 金箔指 阳光一照 刷刷放光 就仿佛金盔金甲似的 实际管船的就撒人 书中代言 就是阮氏三兄弟 阮氏哥撒 大船之上下令 开弓放箭 仨人也不躲 离得远 你也舍不着 赶离近了 到射城之内的二花步 说翻身跳水 也不知道赴哪去了 把三只小船勾过来 拿绳一拴 就跟着大船走 营面又来三只船 正当中是混江龙李遵 左边同位 右边同网 搁仨 架着三只小船 到这也是二花步说 跳水 跑 又搅和三只小船 栓船这边 再瞧 又来三只小船 这三只小船上头 可就有了主要人物了 船伙张衡 张衡啊 还在其次 关键有的兄弟张二姨 叫浪里脖条张顺 脑袋上 别着牛心发短 赤脖着上身 下边穿着水裤 高往着裤腿 光脚步穿鞋 就在小船船头上 这么一站 腰里边系一条皮带 鞋插着 几把铁锥 手里边 滴了这一把铜锤 浪里脖条 张顺 就这模样 往船头一站 大船之上 这些人一瞧 这位要干嘛呀 干嘛呀 好可了不得了 引出来水浒砖 热闹回目 张顺 浪里脖条 铜锤要凿漏了 大小海丘船 是生擒泰域 高求 阿 priorit save era 點 点 OK 咦 咦 咦 了 咦 咦 咦 感谢观看